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个地道的懒人菜 培根奶酪焗土豆 准备的过程很短,我们先预热烤箱 上下火220摄氏度 土豆洗干净,去皮 切成两三毫米厚的片 用微波炉高火加热三分钟 让土豆片变软 加热土豆的时候,可以准备其他食材 一根酒葱 如果你买的是这种整根的 把上半部先从中间切开 叶片中间容易藏泥 只有这样才能洗干净 切成厚片 几个蘑菇,切成小粒 其他材料还有熏肉末,奶酪碎和一小盒半支奶油 准备一个烤盘 抹油,防粘 先放一层土豆片 先放一层土豆片 我的土豆片切好后没有清洗 有点氧化了 然后一层酒葱 一层蘑菇 一层蘑菇 一层熏肉 浇上奶油 撒上胡椒粉 因为熏肉是咸的,调味我只用了胡椒粉 继续这样,一层一层的放 最上面撒上厚厚一层奶酪碎 盖上铝箔纸 放在烤箱中层 220度先烤半小时 半小时后拿走铝箔纸 再烤10分钟左右 把奶酪烤成金黄色 可以当菜,也可以当主食 鲜香可口 非常简单 喜欢奶酪的不要错过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和订阅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